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姐姐若能看到我这边的月亮该多好 我就住在月亮笑容下面的小街道 我的林里清早起床总是会大喊大叫 每当不高兴的时候就出去晒一晒太阳 我这边没到黄昏的时候就开始挂风凉 看那些放了些不会加了孩子们正玩的热闹 古楼这边的人和车比前两年多了很多 我很少出门偶尔出现过去的天色不见了 姐姐我这边的一切重的来说还算如意 你应该很了解我就是一个孩子的脾气 最近我失去了爱情生活一下子变得冷清 可是姐姐你不必为我担心 听 01 infected pitched 听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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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 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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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经是两个小伙子 心中最美丽的母亲 在家庭的争分之后 你实现让我的嫌弃 姐姐如果感到疲惫的时候 就还变积极 我也特别有点希望 你回来定居 在北极 我知道有一些烦恼 不愿在电话里和我讲起 你会说Don't worry 傻傻一笑 一切会好 一切会好 一起会好 姐姐我这边的一切重的来说还算如意 应该很了解我就是一个孩子的脾气 最近我失去了爱情 生活一下子变得冷静 可是姐姐你不必为我担心 姐姐姐如果感到疲惫的时候 就还变积极 我也特别希望有天你能回来定居在北极 我说你不必为我担心 都知道有一些烦恶不愿在电话里和我讲起 你会说Don't worry 傻傻一笑 一切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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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二零一七年一月 贝格姐姐递出的信 送给谁的好朋友 喜欢迷藥喜欢摇滚 记得关注一下 一音乐